就在7月15号 英国国防采购大臣杰勒米奎恩 在IAT2022上宣布 英国将花费2.35亿英镑 对台风战斗机进行名为P-4E的升级 使其最长能够服役到2060年 在这次升级中 台风战机不仅换装了先进的雷达 补齐该机最后一块短板 还将能够携带欧洲最新的电子战导弹 对敌方防空系统造成致命打击 未来将会成为欧洲自研最强战机 今天大兵和各位聊一聊 台风战机的升级计划 台风战斗机 自从其服役以来 该机就凭借着先进的航电设备 和较好的机动性能 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是广受好评 同时该机也是许多欧洲国家的主力战机 在它加入作战序列之后 原本的F1 Sab G35 F4F等老旧战机也陆续被淘汰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五代机的出现 让台风这位曾经的四代机天花板 不得不走下神坛 为了提高战机性能 英 德 义 西 四国 提出了为台风共同规划的升级计划 P4E 也就是阶段四强化 而这次的升级 也让台风这位老大哥重新焕发光彩 首先要升级的当属战机的眼睛 雷达 要知道该机自从服役以来呢 一直是世界范围内顶尖的第四代战斗机 拥有着极其先进的航电 机动性也是数一数二 在红旗军演中曾数次锁定F2 但是雷达却一直是台风的心病 尽管之前装备的CER-90脉冲多普勒雷达 已经属于同级别的佼佼者了 探测性能甚至优于一些早期无源相控阵雷达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当世界上主流四代机都开始升级改造 换装更为先进的雷达时 台风却迟迟不见动静 脉冲多普勒雷达也显得格格不入 明显不符合更高水准的作战要求 再加上该型雷达易受干扰 使得台风战斗机无法使用流星远程空空导弹等先进武器 导致作战性能和发展潜力受限 因此为了赶上时代 欧洲开始研发AESA雷达予以台风替换 该型雷达又被称之为ECRS 该系统一共有MK0、MK1、MK2三种型号 而这次英国台风版本的P-4E选用的便是ECRS-MK2 ECRS-MK2雷达又被称为欧洲最先进的雷达 它是由BAE和莱安纳多共同开发的 可以同时执行对空搜索、对地搜索和电子战任务 其探测距离、扫描速度、多目标跟踪能力 以及导弹通信距离相比ECR-90也是有显著的提升 这款雷达与台风现役的AESA雷达最大的不同 便是其可活动的底座 这一设计使得ECRS-MK2拥有比现役AESA雷达更宽阔的市场 搜索范围比现役的AESA雷达增加了50% 可以扫描与机头方向夹角为100度的空中目标 而且可以通过调整雷达方向 将尽可能多的雷达功率聚集在目标方向 莱安纳多公司宣称 ECRS-MK2雷达拥有着比其他雷达更多的发射接收元件 不但功能极强 还能对敌方电磁频谱进行大功率与宽带范围的干扰压制 并且换装雷达这件事呢 英国其实也早有准备了 从2010年起 英国皇家空军就开始探索为台风战斗机 研制有缘相控阵雷达 到了2022年 英国国防装备与保障局拨付了3.17亿英镑 用于支持英国BAE系统公司和意大利莱安纳多公司 为台风战斗机研制欧洲通用雷达系统 MK2新型雷达 不过在后来由于这笔经费即将用尽 才导致英国不得不再次批准新的经费 来继续研发下去 而如今首部的ECRS-MK2原型机预计将在今年交付到沃顿的BAE测试场进行地面测试 并于2023年安装在台风上进行飞行测试 2030年年末量产型的ECRS-MK2将交付英国皇家空军使用 而在这次的升级计划中 英国已确定为40架第三批次的台风战机全数换装ECRS-MK2雷达 另外那些较早的第二批台风战机也有可能进行换装 英国防部表示 这份合约不但能够保证英国战机雷达的技术优势 还可以为自家积累相关技术与经验 未来还可以用在下一代战机计划当中 事实上英国并不是第一个为台风战斗机升级雷达的国家 早在2021年 德国就向科威特交付了28架 换装捕手翼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台风战斗机 据了解捕手翼有源相控阵雷达采用电子扫描阵列 以取代此前的机械扫描天线 相较于原版 它可以增加搜索范围 减少跟踪延迟 更快更准确的搜索和跟踪多个目标 与此同时 德国联邦议院也正式批准 为德国联邦国防空军的台风战斗机 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 而这两家的举动呢 也让分析专家认为 其很大程度上 是为了推动台风战斗机的外销 毕竟从21世纪初投放市场以来 台风战斗机的销量已经超过了500架 与欧洲的阵风 鹰狮战斗机相比 优势明显 不过由于近年来 各国纷纷推出改进型战斗机 争抢高端多用途战斗机市场 导致台风战机的销量逐渐下滑 其中台风战斗机的最大出口客户 沙特阿拉伯也曾经明确表示 有源相控阵雷达 是今后相关战机军贸的基本前提了 因此这时候英国为台风战机换装有源相控阵雷达 也是希望其能够继续在国际军贸市场上 来保持竞争力 而除了雷达之外 在防御方面 英国还准备在原本的DASS防御子系统上进行升级 根据BAE防务的说法 这项基于DASS的进行的研究项目 将确保台风战机的电战系统 在未来数十年内 依旧保持技术领先状态 而这次即将接受升级的DASS 是集意大利 莱恩纳多 意大利电子 西班牙 英陀罗 以及德国 亨索尔特等多家 欧洲知名微电子公司科研精华的产物 作为台风战机的配套机载电子战系统 DASS可以为台风战机 提供先进的自卫防御能力 使其免受包括红外线 和雷达制导导弹在内的各种威胁 该系统受到用户的广泛好评 并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多次任务中 经受了实战考验 这套系统最大的特点在于 除了囊括了最基本的雷达告警接收机 以及博条 热焰干扰弹发射桩之外 还包含了诸如激光告警接收机 多普勒导弹逼近告警系统 等比较少见的威胁感知设备 当然了 DASS最显著的一个特征 就是要属挂载在台风战机两侧一间的 一对电子对抗吊舱 它所集成的有源干扰机 和拖曳式有源诱饵 可以有效对抗各类雷达探测 因此也被称作是这款战机 实现数字隐身能力的关键 整体而言 DASS不仅配置豪华 其功能也是相当的齐全 但是不可避免的是 这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的防御系统 其架构限制了它未来的功能插入 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为了使台风成为2050年 仍具有作战效能的战斗机 欧洲战斗机公司和NETMA 在2020年5月签署了价值5370万欧元的初始合同 以支持一系列的研究 其主要的目的是为该系统的任务系统架构 人机界面 电源 冷却及发动机性能等方面进行技术改进 而除此之外 英国还曾传出要台风升级发动机 并且更换适量推力尾喷口的消息 也就是说 如果台风战机在未来采用了 一维或者二维适量推力尾喷口的话 就能够轻松实现高角度攻击态势飞行 并且提高短距离起降能力 并通过软件升级 飞机还可以搭载更多种类的武器 包括一些新式武器 比如说欧洲导弹集团研制的 未来巡航反舰导弹 和SPAREEW电子攻击导弹等 其中后者与美国的V型空舍诱饵 MALD-JX类似 是此前英国皇家空军订购的 SPARE系列武器系统的 电子战衍生型号 它以SPARE导弹为基础 但其有效载荷是电子战设备 而不是战斗部和导引头 而且由于电子战设备所占用的体积 比SPARE导弹的弹头更少 因此SPAREEW能在弹体内容纳更多的燃料 射成为SPARE导弹的三倍 同时由于是共用弹体 该导弹不管是动力 重量 重心位置 都和SPARE导弹只如出一辙 所以可以省去整合时额外的飞行和分离测试 它将为欧洲战斗机带来增强的对敌防空作战能力 这款导弹可以作为防区内电子干扰机和诱饵 压制和欺骗敌方防空系统 完成一系列的防空压制任务 与美国的V型空射诱饵 MALD-JX类似 在空战中 SPAREEW导弹可以通过对敌方雷达进行电子攻击 来保护己方战斗机 此外 它可以产生数百个不同的假目标 导致对手无法确定 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目标 另外 它还可以作为诱饵引诱敌机雷达开机 或者保护己方反辐射战斗机接近 对敌方的防空系统进行摧毁 大大提高了台风战斗机的生存能力 不过大兵认为 这款导弹的最大亮点在于 它可以与常规的SPARE-3导弹配合使用 协同摧毁敌方防空系统 两者结合之下 能够像风群一样 摧毁敌方防空网络的关键节点 其中 由SPAREEW完成对敌方防空雷达的欺骗或者阻塞 而SPARE-3完成对其进行相关设备的摧毁 该导弹的使用是普惠公司的TG-130涡轮喷气发动机 拥有着比普通SPARE导弹两倍以上的射程 根据英国国防官员的说法 SPAREEW最终将装备在F35和台风战斗机上 同时 英国国防部还表示 这次的升级 除了会更新战机的现有能力外 还将包括采用开放式的任务系统为未来的新技术应用预留空间 比如英国的BAE系统公司主导的暴风未来空战系统 不过台风战机的最大问题是在于成本而不是性能 在今年7月份 西班牙正式签署了一份21.5亿美元的合同 订购20架台风战机 其中16架为单座 4架为双座 平均下来台风战机的最新军价在1亿美元左右的样子 这价格可是要比F35A还要贵 如今台风战机计划初始四国的订单产量也终于结束了 目前位于意大利和英国的欧洲战机生产线 正在开始分别量产达卡空军与科威特空军的台风战机订单 这些中东新世代成员将会是台风战机家族中 最先引进AESA火控雷达的科技者 以科威特空军所将引进的台风战机规格为例 新版的台风战机将装备主动阵列火控雷达 和洛马集团的Sniper ATP先进标定夹舱 而它的空对空武器还将引进Meteor BVR-AAM流星导弹 这是一款以吸气式发动机为动力的中远程空空导弹 由英国意大利等六个国家共同研制 该导弹全长为3.65米弹径180毫米 发射重量为185公斤 它采用了主动寻地的雷达导引头 以及双向数据链技术 具有全天候攻击能力 在相当广的空域内 具有同时对付多个目标的能力 即便是目标做出8-9计的机动过载 流星依然能够追踪到目标并将其摧毁 它的飞行速度超过了4马赫 其动力装置为可变流量的固体火箭冲压发动机 射程超过100公里 堪比美国的AIM-120先进中矩空空导弹 而德国方面也在2020年上半年正式确定 准备采购33到38架新版的台风 来取代31架架构老旧难以升级的 现役Trench-1P4台风战机 并自2024年起每年8到10架的速率来交货成军 此外还有110架德国空军现役第二 与第三量产P4台风战机 以及19架西班牙空军的台风战机 也都开始接受了CAPTER-E MK-1 主动阵列火控雷达换装升级 可以预见的是在更长远的未来 台风战机将全面取代现役的 龙卷风战斗轰炸机的战术核子打击 以及电子作战防空压制任务 成为德国空军中新一代的中流砥柱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对台风战机的这次升级都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